工作室 新客缸它不是一個改革或是革命 因為教育就是傳承跟不斷進化 它願景就是成就每一個孩子 他視性養產 終身學習 所以這樣的願景會比以前是更具體的 我們不僅標出了目標 而且把方法也把它標出來 三个核心处就是自主行动 还有沟通互动 还有社会参与 所以希望学生他是可以主动去发现问题 那可以透过系统思考全盘去解决问题 广泛的应用各种语言文字 数学符号科技还有艺术 去跟社会跟环境跟自然 跟世界去做沟通互动 所以变成我们的教学就不是只有教学 还要教用 让学用之间没有落差 叫唱笔子 把书放这里 然后用这个板子 为了方便 为了什么目的 被这个叫做动机 所有的设计都需要一个 确认的动机 记下来 未来你如果只会考试念书那些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 从小去培养小孩子 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跟能力 那将来他可以善用 可以活用他的手学 然后共创美好的社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